我们一起拍照吧 现在我们就得在路上观察了 开始 哥哥 我可以帮你拍一张照片吗 姐姐 我可以帮你拍一张照片吗 各位姐姐们如果觉得我拍的还不错 请把一打在公屏上 大家好 我是周深宇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 拍照的呀 我不知道几年前的 可是我知道我是已经蛮早的的 你是小朋友 我 爸爸 好年轻啊 好年轻 像哥哥 可以吗 可以 第一次 因为那时候我只是带她路上去随便拍拍东西 只带一台相机而已 她第一次说她想要拍一个人 就在一个咖啡店里面 就深深看到了一个穿着打扮非常时髦的一个小姐姐 就可能穿了一个露气中 然后编了一个这种就是那种 像国外那种脏便一样那种感觉 然后她说她想拍她 其实我个人是一个比较腼腆的人 我说你要约你自己去 我可不去 然后我说你去说吧 然后她就真的去了 在想着谁 有没有和我相同的感觉 一小时候胆子非常大 就啥都敢聊 就不当作陌生人 就把她当作亲人一样的对待 就问她 可以拍照吗 就像我问妹妹能拍照吗 她会可以 那就拍呀 我来跟你们打个招呼 我有在B站上面关注 还有给你们发过流过眼 那我可以帮你拍一张照片吗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 有点紧张见到Werper 我觉得还想今天 有没有可能会碰到你 这会不会会不会 还好呢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一 二 一 二 一 三 谢谢 好 拜拜 拜拜 她已经 然后关注还在战装 现在到了谁 人家就是 啊 她跑自动 那种 如果现在网友在那 比她还有机动会哭的 她还跳下跳 那以前只是我们就已经拍累了 真的就在路边坐着休息 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女生 她走得很急穿一件牛仔的外套 走过的时候我就嘴里就说了一句 我说这好像欧阳娜娜 然后我就问了 孙孙 我说你想去拍吗 那个姐姐 她们团队说 啊 不用了 都不同意 然后娜娜娜说 还是拍一张吧 就拍了 第二岁接到欧阳娜娜 她问我 还记得我吗 我说记得 然后呢 然后我抱着妈妈哭了 因为太紧张了 然后在视频里 爸爸就说 那应该就是偶像的力量吧 就是那个是我看到她对于拍照 最最认真的一次 她就在那边一直想啊 然后自己在找坐在哪里啊 一会儿把这个灯放在那边去 一会儿把那个蜡烛放过去 我觉得那两次拍完以后 转变其实挺大的 刚拍完那段时间 她回来以后就经常会看书 奇奇怪怪的想法就猛身出来了 就好像比我的鼓励要大多 我把下面写 我爱你爸爸 反过来说的话 就是爸爸我爱你 这摄影是叫何番 你觉得这衣服在这个画面里面有作用吗 很好看 形状 形状 我不知道是啥形状 这个形状 这是什么 这是个三角形啊 这你看不出来吗 这不是三角形吗 对对对 整个衣服是一个 这个三角形在这个画面里面有作用吗 有 你觉得跟什么地方有关系 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就说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往常跟你讲 坐过来 家里呢 是会有一些这种摄影机啊 还有一些杂志啊 这些倒不是说专门卫生生买的 因为我平时有时候也会去看 然后我发现她对有这些有兴趣的时候呢 所以我说会拿一些杂志啊 摄影机也给她去看一下 让她知道哪些东西是好看的 对于她审美的培养来说 我觉得是有帮助的 对 对 这个很有难度了哦 蹲下来给我 对对吧 对对对对啊 对对对对啊 那我的表情你先跟我讲好 因为这些东西摆上去本来就很难摆 我要什么表情 开心的 我最喜欢人笑的 你得把它放在上面 这样子更简单的吧 这很难放的呀 不是你就手大着就可以了 这个放在头上 头啊 你头不圓啊 这只手也这样的大体 好好看啊 再看一张电举容 近一点点子 �标管雷声 我希望摄影可以充满他生活吧 因为我觉得生活是需要被记录的 就像我小时候到现在 真的拿不出几张照片 自己的照片也很少 也很难想起 就当时 就仅有的那几张爸爸妈妈的 他年轻时候的照片 有摄影去记录生活 我觉得这样的童年是很不一样的 等到你真的长大以后回看 一张照片你会想起来 那时候是我们去哪里玩 那天是可能我生气了 我哭了 对吧 就各种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都可以回忆起来 爸爸我们一起拍照吧 我们一起拍照吧 那我 一二三 再到处生着我剩下什么 没有谁敢信对回忆爱不释手 但我不离对抗着整个世界的寂寞 我在你看不到的天空 看着灿烂的烟火 这种是孤单的人只有我 没有谁在乎谁跟谁分手 每个时钟都继续转动 看一圈 好嘞 再拍一张 孤森 好厉害啊 结果小结果又小 拜拜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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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 不要 不要 睡觉 这样不要 这样不要 我可以 可以帮你们拍一张照片吗 可以给你们拍一张照片吗 你给他拍一张 你给他拍一张 好看啊 你拍一张 谢谢 拜拜 出来的时候你再去问他他就不好拒绝你 为什么 他的女朋友已经叫他 给他拍给他拍给他拍 然后你再去问他的时候 他肯定会给你拍 你拍你的意思呢 哇 走走他了 哥哥我可以帮你拍一张照片吗 追进来了再来拍啊 我说他会同意吧 人有的时候就是 不要这么容易放弃对不对 就是一次不行 再问第二次的时候 其实就很容易成功了 那如果第二次也不行了呢 就是没办法 至码尝试了 对不对 尝试了以后失败了 我觉得没什么好后悔的 我们以前的心里有什么事情 也不会跟爸爸妈妈讲 爸爸妈妈也从来没有把爱说在嘴边 也不会说给你个拥抱 不会的 就好像隔了一层墙一样的感觉 我们当年这样过来 所以肯定会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就是我觉得跟深深的这种关系 就我会很喜欢跟他 有时候我跟他两个人单独出去玩也好 干嘛去哪里也好 就会很享受跟他在一起的那种时间 就会很享受跟他在一起的那种时间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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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 谢谢你 我就像你的老夫妻 爸爸 我想要跟你这种人结婚 因为你这种人非常温柔 对你而又好 这才能打断我的心 我去等你 你会我疼一句